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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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是May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又來到了年末 哇轉眼間時間真的過超快的 不論你是很早就認識我的老粉 還是至於這裡才剛加入的新粉 真的很謝謝大家 這一年來的支持與厚愛 那今天這集影片呢 因為到了年末嘛 我就想要跟大家好好的分享 我的愛用品那些 一用再用一穿再穿的好物 我自己覺得我是一個 相當習物的人 所以如果你有在很密切的follow 我的話你就會發現很多物品 都會一再而再的出現在 我的影片中所以今天分享的 十個物品就是跨脊 運動類還有彩妝類 然後就會在今天的影片跟大家好好的分享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我真的要對大家發誓 這集真的完全沒有業配 沒有商業的贊助 純粹就是年末 我真的很想要跟大家好好分享 到底是什麼值得買的物品 好嗎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就準備開始分享囉 那第一個 你們會發現我這一年來 幾乎每一天都戴著這一支 Garmin的Venu手錶 那這一支我覺得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真的很美 你有看過那麼美的運動手錶嗎 就是以它的外型而言 我就會很想要每一天都戴著它 而且我覺得它很厲害的是 因為我現在用這支錶大概已經一年了 然後幾乎運動啊洗澡都戴著它 然後它幾乎就是還是像新的一樣 那這支錶呢它不僅是外型好看 我覺得它的功能也很棒 就是它最主打的是它的健康數據的功能 所以不論是像很多人想要知道運動的心率 或者是自己的血壓 燃燒的卡路里熱量 甚至可以記錄你的月經週期 等等的數據 我覺得真的非常的實用 因為我自己有運動的習慣 所以我在做主力訓練或有氧運動的時候 我就會開啟那個運動模式 然後來去記錄一下我那段時間的心率 還有燃燒的卡路里熱量 再來我覺得它對我來說最棒的一點 就是它有結合悠遊卡的支付功能 所以像我去超商買東西 或者是進捷運啊 我就這樣子一逼 然後就會覺得天啊 自己超fashion的 就是對我這種懶人而言 一逼就可以進戰 真的很強 所以這一支呢真的是 我這一年來就是幾乎每一天都會戴著這個運動手錶 然後我用的是象牙白色 非常推薦給大家 接下來呢我要分享的是 超級好穿的瑜伽褲 我相信大家對這個品牌都不陌生 就是Lululemon 它是來自加拿大的品牌 那自從就是我幾年前 我就說在美國的時候就發現這個品牌 然後因為我家人也就是很常去美國 所以我們每次去美國的Outlet 我們一定都會去買Lululemon 因為你知道嗎 就是你看它那個瑜伽褲 你會感覺它很Plain 為什麼一件就是要三千多塊台幣 可是你一穿上去你就會覺得 哇這件褲子是為我設計的嗎 怎麼會有那麼舒服 然後柔軟包覆性非常好的瑜伽褲 所以就是我可能有非常多條瑜伽褲 但是我最常穿的就還是Lululemon的瑜伽褲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一個很常在運動的女生的話 我覺得這一生你真的一定要投資一件Lululemon的瑜伽褲 那今年初的時候Lululemon在台灣剛好有進一步的擴展 所以他們呢就找了當紅的健身網紅 就是我合作一系列的影片 所以我真的覺得哇非常榮幸 就是我愛用多年的我超級崇尚的那種品牌 竟然會找我合作耶我真的覺得超開心 然後所以很多人會問我說 妹那你穿過那麼多條你最推薦哪一個 那我會主要把它的瑜伽褲分為兩類 一種是比較柔軟比較有黏感的 是imovement tight跟align系列 然後它是屬於就是你穿起來真的很柔軟 像重訓啊瑜伽都很適合 然後另外一種是比較適合高強度訓練 所以摸起來是會偏比較滑感 就像我身上這件是那個invigorate 就是wondertrain跟invigorate 它是比較偏像你做heat training 或者是會流汗的那種訓練 比較適合的瑜伽褲 那我自己個人的話 其實我最常穿的是imovement tight 就是因為真的它好像就是兼具了那個 海漢跟又柔軟的性質 所以像這件imovement tight是我最常穿的 好有在訓練的朋友就會知道 穿對的鞋去運動非常重要 尤其是像我們這種就是熱愛蹲舉 做深蹲呢硬舉這種大重量訓練的人 第一個很重要的是就是你的底一定要穩 因為如果你不穩的話你的核心就不穩 然後可能就會影響你的訓練表現 那我最推薦的真的真心最推薦的專業的蹲舉鞋 就是Nike的Mekong系列 因為呢就是他們的蹲舉鞋 第一個他們真的底很穩 這是他們的Mekong 4 就是它的底是非常穩 然後因為有一些牌子的鞋 他們蹲舉的時候很穩 可是一般步行的時候就很難走路會磨到腳 可是Nike Mekong呢它不僅你在蹲舉的時候穩固 它連就是你去平常外出的時候 也都可以拿來當休閒的鞋穿 所以這個是我一開始穿的Nike的Mekong 4 我知道它看起來很噁 就是下面都已經黃黃了 因為這是我去年穿了 然後幾乎一整年我訓練我都是穿這一雙 就是也可以看得出來我有多認真的訓練好嗎 所以這一雙已經被我淘汰掉了 然後今年呢我是特別推薦那個Nike的Free Mekong 3 然後它有什麼特別我覺得這個Free Mekong真的超屌的 因為它不僅底很穩 就是它這個底很特別的是就是它可以彎 所以它其實設計的是一個很全面性功能的鞋款 所以你不僅是可以很穩的去做蹲舉的訓練 然後它又兼具靈活度 所以這雙鞋呢它也是for那些cardio 或者是喜歡做跳來跳去的運動的人穿的 所以對我來說這隻鞋真的超棒的 因為有時候我在健身房 就是我不僅是會做身對運舉 有時候我也會做比較偏hit training的鞋子 然後不論是休閒或者是去健身房 我都會穿這一雙 因為它這個底呢做一點就是比較酷 比較stylish的那種外型 所以我真的超愛這一雙 然後它也有出不同的顏色 那當然因為黑白比較好搭配 所以我就是入手這一款 真的超推薦Nike的Mekong給大家 好那接下來我就要推薦我平常穿戴的耳機 那你們都知道音樂對運動的人真的非常的重要 有時候你沒有音樂的時候 你就完全沒有動力運動對不對 自己的話我真的特別推薦 Beats Powerbeats Pro這個耳機 那雖然它的價錢就是真的滿高的 可是這個耳機呢我真的已經用了一年以上 它是就是比較偏耳掛式的 那我是買象牙白的顏色 所以我就是固定在我的耳後 然後因為它做的很小 所以就是基本上你在做跳躍 或者是那種會流汗的運動 你不會覺得它很悶 然後因為它按鍵就只有一個 所以你基本上按下去就是停止 然後再按一次就是開始 所以非常的好操作 它是一個藍牙的耳機 最酷的就是它這個盒子喔 它不只是給它放這個耳機 它是一個順便幫它充電的一個充電盒子 總之我覺得它這個外型呢 就也是非常的酷 很棒 我已經用了一年以上了 當大家在問我妹 你推薦什麼主力帶翹臀圈的時候 我一律都是說 最推薦TING JOIN的 不光是因為就是我有他們的折扣嘛 而是因為他們的翹臀圈真的是 我目前用過我最有感 然後最耐用的一個翹臀圈 所以我從2018年的時候 開始用他們這一條之後 我就幾乎不再用其他品牌的翹臀圈 那它有什麼特別呢 因為你們知道就是 很多塑膠的主力帶 你做一些動作 譬如說鋁子踢腿 Donkey kick好了 就是它可能會滑或者是跑位 可是TING JOIN的翹臀圈呢 第一個它很厲害的就是 它是比較寬的棉部 所以它就是特別的耐用 主力很強 裡面又有做這個指滑 所以它的指滑效果非常好 那像我在做臀腿的訓練的時候 我就會把它套在大腿中間 然後去提高我對於臀肌的那個連結度 所以就是翹臀圈是不是必須的 我會說你不用翹臀圈 你也可以練出翹臀 可是它真的可以大幅的提升臀肌的感受度 所以我蠻強烈建議 不論你是在家裡練臀肌 或者是去健身房做臀腿的訓練 完全就是可以必備一條TING JOIN的翹臀圈 然後也歡迎使用我的折扣代碼 MAY 8572 FIT 那翹臀圈之外 TING JOIN因為它的護具就是 我個人真的很推 我用的就是他們的這個三合一阻力帶 因為我常常做硬舉嘛 那硬舉有時候你的臀腿的力氣還夠 可是你的握力就不夠了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會很需要像這種握力帶 然後它這邊是用牛皮 所以就是它可以幫你去抓那個槓 不會滑掉 然後基本上它就是這樣子纏繞 所以這樣子你去抓槓的時候 它就會特別的穩固 然後也可以保護你的這個手腕的關節 專業的護具的話 推薦TING JOIN OK 下來呢 因為很多人會問說 MAY你穿過那麼多BRA 你到底最推薦什麼 我自己平良心講 就是我穿BRA還蠻隨性的 有時候就只是看外表而已 可是如果要我去推薦一個 有功能性 然後又有它的外表兼顧的話 我真的會很推薦Nike的Souche Bras 這是他們今年推出的新的BRA 那我覺得它跟其他BRA 最不一樣最棒的特色就是 它裡面是這種一片式的襯墊 所以做這個一片式的襯墊的效果就是 它不會兩邊襯墊的位置跑掉 或者是不對稱 因為有時候跑掉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尷尬 大奶小奶然後這樣跑 不然跑沒有感覺 它的支撐度也非常的高 很多時候在做HIT TRAINING 會跳來跳去的 奶奶會晃動的那種訓練的時候 我就特別喜歡穿它的Souche Bras 就是它可以有更好的包覆性 然後跟比較高的支撐度 它其實出了蠻多顏色的 就是我自己的話我就是包了這兩個顏色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顏色 那時候我在跟蓋儀做HIT TRAINING的時候 我也是穿那個BRA 我覺得就是真的很棒 他們現在也有出不同的款式 我還蠻推薦就是大家 如果有趁折客的時候 可以去入手一件 那在分享這一款身體乳之前 我要先分享一個故事 就是我小時候呢 是非常自卑 因為我天生的皮膚就是異常的乾燥 所以像小時候的體育課 我就會很怕露出我的均烈的小腿 就是男生會笑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會故意就是把我的襪子拉很高 我要一直狂拉襪子 因為我就會覺得一露出來 然後都是那個龜殼的那種均烈感 就是非常的醜 所以呢就是我長大後就會比較care 就是肌膚保養這一塊 所以這個Avino的身體乳 它是美國的護膚乳的品牌 我覺得它真的特別特別的滋潤 一般的那個護膚乳 可能就是沒有辦法 讓我的皮膚擦上去之後 真的有修復的效果 可是我用它們的 真的可以完全改善我的乾燥肌膚 因為之前就是他們也有找我合作 所以我們也有拍比較一系列的宣傳影片 我覺得非常的有趣 然後我自己私下呢 很常用的就是這個薰衣草 它有帶有很療癒的薰衣草香 所以它抹起來呢就是第一個 超級滋潤 會不會很多手毛 有 我的毛都順著那個人的地上都會擺動 第二個就是它有還蠻自然的 就是不是香精味很重 對所以這一款呢我現在已經用到這邊了 就是幾乎每一天都會擦 那如果你是乾肌的朋友 我真的很推薦這一款 接下來呢我要推薦的就是 我很喜歡的卸妝水的這個品牌 它是Bioderma背膚代碼 那你們也知道 我其實是一個蠻常運動上妝的人 第一個因為我有拍攝需求 第二個就是有時候我就會 想要稍微讓自己有氣色一點 所以運動後的卸妝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因為如果你沒有卸妝好的話 就是你的肌膚就會開始出現 一些那種毛孔粗大 或者是整個很暗沉的那種感覺 那我自己呢非常喜歡的卸妝水 是這個背膚代碼 為什麼呢 因為我自己的肌膚是比較偏敏感 然後我也很不喜歡那種太刺激 太香精的那種卸妝水 然後它這個品牌呢是法國 就是那種完全專研肌膚護理的品牌 然後在全球其實都蠻有名的 那那個時候我有跟他們合作 然後我就是強調他們一試 就卸的這個特性 我真的完全沒有在騙人 因為他們真的是我用過 就是超級好卸妝 然後又不會對肌膚有那麼多刺激感的一個卸妝水 那接下來我要推薦我個人 最喜歡的一個粉底液 我真的一定要挑對粉底液 否則我這種黑肉底的 就是會看起來髒髒的 沒有精神 可是你只要選對了粉底液 你整個人就是會黑的發涼東的意思嗎 然後這個Bobbi Brown的粉底液 我老實說真的很貴 這是我學生時期買過最貴 但是也最不後悔買的一個東西之一 因為呢就是我買過很多粉底液 就亂花錢 然後從來沒有一個粉底液 是我用完的 那我那時候第一瓶就是很下行 買了那個他們最早第一管式的 我還留著 我那時候一擦上去我就想說 哇怎麼會有遮瑕力效果那麼好 重點是就是你擦上去 因為它是取名叫東從下草 你知道我可能加一些中藥材 就是你擦上去 你也會有一種保養的感覺 所以就是 因為我是一個很懶得保養的人 然後我常常用他們的粉底 我就會發現我的肌膚真的越來越好 重點是它的遮瑕力強 然後又不會脫妝 那我用他們的粉底液 真的用了非常的喜歡 然後今年我真的很開心 就是也是跟Bobbi Brown 有一些合作的機會 真的超級感動 你知道嗎 然後他們後來我覺得很棒的是 他們也出了比較適合運動的人的 礦汗型的粉底液 因為這一款它是比較滋潤的嘛 那這一款它是比較沒有那麼濕 它就是很適合夏天的時候 尤其是你在運動流汗的時候 所擦的粉底液 那這個粉餅式的 我覺得我也很推薦 然後他們都是用同樣的 東從下草的精華的粉底液去做 幾乎每一天我都是用這個粉底液 登登登這個 燕麥 你們都知道 妹是一個私底下的超級吃貨 就是我是需要健康零食 來滿足我的口腹吃慾的人 我今年其實跟滿多不同的燕麥品牌合作 那我會說就是 他們的燕麥真的都很好吃 可是我私下 我私下 我最喜歡 最常吃的是這個 喬拉燕麥 然後很自豪的是 它是Made in Taiwan 我們雲林手工製作的裸食燕麥 那因為我私底下是一個超級愛吃那種 歐美式的Granola 然後我真的很驚訝台灣 也能做出那麼好吃的Granola 而且重點是它的價位真的不高 然後這個喬拉燕麥呢 它有出很多不同口味的 像這個黑糖 然後巧克力啊 薑黃椒鹽 就是各種口味都有 然後那時候放在我家 我跟你們講 我們家三個女生吃的速度超級快 我幾乎都沒有吃到 然後我家裡就只剩這個半包 所以我今天就只能帶這個半包來秀給大家 然後我給大家看就是它長什麼樣子 因為一般燕麥片就是很散嘛 然後它是這樣子一塊一塊的 非常的可怕 因為你無聊 沒事的時候在家你就會這樣 哈哈哈哈 然後半包就沒了 然後有時候我就會 撥在我的那個無糖優格裡面 然後跟其他水果 拌在一起 就超級好吃 我追求的就是這種天然 然後又很好吃 很幸福的那種感覺 超級推薦他們 嗯 真的很香 不知道為什麼講到後面講得非常的激動好嗎 其實這些十個東西真的是 因為有一些是由商業合作 那有些人看到業配就會覺得 喔 這是不是就是 呃 沒事一下根本沒有在用 其實是錯的 因為我就是因為非常喜歡這些東西 非常喜歡這些品牌 我才會跟他們合作 才會跟你們分享 那如果你就是有一些紅包錢啊 你不知道這些錢 要去哪裡花 要去哪裡買到值得花的東西 那你就可以把這些好物呢 列在你的清單上面 大概就是這樣 新年快樂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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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